太疯狂 又一种加密货币将发 规模超比特币几万倍 来源 TechWeb 3月5日消息 据国外媒体报道 Uber联合创始人家洛特 坎普 Garrett Kemp 宣布其将发行一万亿枚加密货币 数量将是去年大热的比特币的四万七千多倍 Uber联合创始人家洛特 坎普 加勒特 坎普发行数字货币的计划在上周公布 他所发行加密货币名为Echo 首批的发行量就将达到一万亿枚 而去年价格高涨的比特币 2009年开始发行 数量被限制在两千一百万枚 加勒特 坎普的Echo加密货币首批就计划发行一万亿枚 其数量就将是比特币的四万七千六百一十九倍 外媒在报道中表示 加勒特 坎普首次发行的一万亿枚加密货币 Echo 50%将分发给10亿注册用户 20%将给可信的管理者 余下的30%由顾问 战略合作伙伴负责发行与运营的Echo基金会 评分 各获得10% 而为了加密货币的顺利发行 加勒特 坎普及其X的创业孵化器的一小部分合作伙伴 将会向Echo基金会捐赠约一千万美元 用于基金会的运营预算 加勒特 坎普发行自己的加密货币 是希望改变目前加密货币的种种弊端 让其成为一种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的支付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 加勒特 坎普发行的Echo加密货币 并不会通过ICO筹集资金 这也就避免了潜在的法律和监管方面的问题 目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以向同数字加密货币市场有关的技术公司 和咨询机构发出了发出了八十多张传票 要求他们提供相关的信息 QS Facebook Facebook Messenger Lords App WeChat Line SMS 美国又打出2000亿关税牌 中方这300次声明暗藏玄机 回应美国制裁 俄罗斯1月时间抛售手中半数美国国债 美加开斯 加拿大人去买美国货 其实还是有很多替代品的 美美 没有证据表明 关税能够阻止中国进入更先进的工业领域 特朗普对中国加征关税 美国王六怒了 他真是不遗余力搞垮私家经济 中企或参与格林兰机场建设 急坏丹麦政府 美国会不高兴 新款iPhone或受中美贸易战影响 库克这下不淡定了 金砖支付奥尼尔 G7几乎别无他用 G20才是主角 日媒 中国实施全球品牌战略 海外商标注册数猛增 比肩美国 中国成世界杯赞助大户 个性奈吉利亚对球衣亮相世界杯 最丑 最潮 三分钟卖出300万件 今日科技 一切每个人都冒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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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